据印度亚洲通讯社17日报道 中印边境楚珠勒地区的议员斯坦金近日在推特发文抱怨称 既建成班公户大桥后 中国在边境地区又安装了三座移动信号塔 而我们甚至在人类居住的村庄都没有四季设施 我的11个村庄选区都没有四季设施 他要求印度中央政府认真对待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活动 称我们在通信设施建设方面落后 我们这边只有一座移动塔 而他们那边有九座塔 据印度时报19日报道 有从冬季牧场返回的印度牧民透露 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中方一侧安装了三座移动信号塔 中印边境楚珠勒地区的议员康乔克·斯坦金近日在推特发文称 中国在如此偏远的地方安装手机信号塔 凸显的印方一侧边境村庄通信基础设施的落后 斯坦金告诉印度时报 中国正在这些偏远地区修建四级基站 他们的牧民现在开始将保持联系 而我们的牧民一旦带领着牲畜离开后 就会失去联系 除了两个村庄外 我们所有边境村庄仍然在使用二级服务 而且信号零零散散断断续续的强度不足 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中国修建好的信号塔的照片 印度时报称其无法独立核实这些照片 印媒还提到 中国最近在班公湖边境地区中方一侧 建成了一座长400米宽8米的桥梁 距离印度军队在南岸楚书勒地区的一处少索约20公里 对此斯坦金告诉印度电视新闻 印度方面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再有人居住且靠近实控线的村庄 安装四级移动信号塔 斯坦金说到 我们甚至再有人居住的村庄都没有四级设施 在我的选区有11个村庄没有四级设施 我们也应该在我们这边安装四级信号塔 在每 fall都没有提供 没错